各位同学,我们学习18以内的加法减法 单数和双数相加的规律 你们还记不记得1次20以内的双数和单数呢? 我们读一次1次20的单数吧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又读一次1次20的双数吧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去自取出1次20 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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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挨数 叫本 5 5 5 8 8 10 10 10 单数加双数是等于什么呢? 没错是单数 单数和双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单数是可以分成两等份 单数是不可以的 举例呢 十粒糖分了给我和妹妹 妹妹有五粒 我又五粒 所以就是双数了 好像隔壁那样 五是单数 分两份会多出一个 六就是双数 现在看看这些插纸胶 四是双数 月九是单数 分两份会多出一个 四加九等于十三 双数加什么数是会变成单数呢? 没错是单数 你再看看圆笔跑 九是单数 三也是单数 九加三是等于十二 单数加单数 是会双数的 看下圆笔 八是双数 八是双数 六是双数 八加六等于十四 双数 双数加双数 都变成双数的 四加二是双数 五是双数 五是双数 等于十四 连则中 级 between 十四 合股 二是双数 四加三是双数 一要是双数 四加五是双数 一要是双数 加些什麽數會變成單數呢? 雙數加什麽會變成單數呢? 就是單數,所以就是5了 8加5是等於13 有一個單數加什麽數會變成雙數呢? 單數加單數會變成雙數 所以我們就要選9了 舉例3加9等於12 一個單數最少要加上多少 會變成雙數呢? 要留意,是最少 單數加單數是會變成雙數的 所以就是1了 因為它是最少的單數 舉例1加1等於2 記得做練習,拜拜